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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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歡迎來到街州的Vlog 我們現在又要去找馬克 今天是一個忙碌的一天 我們等一下見到他 再跟他說 你要幹嘛 今天還是穿很好的外套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紐約昨天一度回溫到二十幾度 結果今天又再度掉回 非常非常冷的四月天 等一下見 我們現在 早上先來喝咖啡 今天有跟大家說 今天是一個忙碌的一天 我們今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你跟大家說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可能要跳舞 他要跳那個Jimmy的舞 然後他今天打扮也跟Jimmy一模一樣 有嗎 夠像了吧 一開始是我找他幫我拍葉配 然後他就說 那你也幫我拍 他現在也是小金夫人生 接到一些贊助者 昨天還PO一個Ruffle的香水 然後今天要排隊珠寶 很多很多地友 然後我要紋身 然後他今天要去刺青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一個 紐約的影響者的一日 他跟我的提案是 他想要在這個 Kelvin Conline Junko 看板前面跳Jimmy的舞 但是 你沒知道他就是一個 身心害羞的人 等他開機到暖機到可以跳 每一次都不一樣 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今天狀況怎麼樣 然後至於他刺青的時間 還有一個小時 所以現在時間有點難安排 所以現在整個 SOHO就是被KPOP佔領 這邊是BTS 然後那邊 我們有我們的 Rose 在代言 Tiffany 對 沒有他最愛的馬克 現在外面很冷 距離他紋身的時間 還有35分鐘 然後我們一直在外面覺得很冷 就現在有任何店都一直跑進來 隨便逛 講完了 你知道他為什麼今天會拍片嗎 就是因為他接到一個小業配 本來就是一個首飾的品牌 然後他就是因為 品牌跟他說 你在什麼時候什麼時候要上片 就是有業配壓力 所以他今天就是硬拿的相機出來 這樣假裝有在拍一些 content 過於壓力之下 他才會當youtuber 我們現在到了他要刺青的地方 指一下你要刺在哪 這是他第一個下半身的刺青 然後是一個隱性 他有在他頻道說為什麼 大家可以再去看 結果我剛剛在他刺青的店說 朋友不能待在那邊 而且不是不能在他旁邊等 是連店都不能待 他說 你的朋友必須離開店 然後我想說 喔OK好啊沒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是來附近的一個 飯店的挖廳等他 那我們就在這邊等他 刺完再回合就好 來了 來了 結果讓我等了兩個小時 有兩個小時 對你看現在幾點 天都要黑啦 秀一下 秀一下你的銀線 還蠻漂亮的一點 那你準備好的跳舞 要跳嗎 我覺得可以不用跳了 很好 直接cam掉這個行程 到了鼓勵之下 他還是決定回去那個 中客的那個billboard前面 看他 看人多多 看他敢不敢跳 不敢的話 等一下去我家樓頂跳 哈哈哈哈 他最後決定回家拍 因為剛剛那邊太多army了 一個女生在拍那個 然後我一開始跳 他們會 尖叫 天啊 那個人 也太不相信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拍完我的業配了 結果那個角落是他全家最髒的角落 現在在那邊 亡羊補牢 兩年吸一次地板 我剛坐在那邊 大概都把那邊灰塵擦乾淨了 哈哈哈哈 我剛坐在那邊 我們現在在他家屋頂 等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終於來到他想要拍的那個 你知道 夕陽啊 晚霞啊 什麼鬼人 然後現在就是 要開始跳啊 好 嗨大家影片看到這邊 我們要先來感謝一下 這支影片的sponsor Castify Castify應該是大家一個 非常熟悉的手機殼品牌 有非常多的 像是歐美的明星啊 網紅 甚至是韓星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 BLADPINK 都有使用Castify的手機殼 像我呢 最近段時間也是一直在使用他們家的殼 Castify呢 以展現真實自我 Show your color為品牌核心 讓使用者可以充分地展現自我 像過去到現在也推出了非常多 有不同的聯名 所以我覺得X5面 絕對不可能找不到你不喜歡的設計 今天重點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他們全新推出的 終極防摔手機殼 以前我可能會常常使用一些 比較花俏的手機殼 現在到最後我發現 我是那手 太容易滑 我從以前 iPhone456到 iPhoneX 我的手機前面的螢幕 一定都有爆過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有一次我開車 手上很多東西 有手機有車鑰匙 然後一按下去的時候 手機就掉到地上直接 砸在那個鍋爐上面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天啊 希望等我撿起來翻過來的時候 螢幕沒有爆掉 可是通常八成九成以上 螢幕都會爆掉 所以在它之後呢 我就非常注重手機殼的防摔功能 那這次X5全新推出的 終極防摔手機殼 是他們有史以來推出 最防摔的手機殼 它有創新的Ecoshock防護科技 螺旋文的設計 可以吸收95%的衝擊力 6倍的均規防摔標準 成功通過156次不同角度的防摔測驗 還有在手機殼四個角落的彈力保護角 可以無死角的全方位防護 再來第二件事要跟它分享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這些電子產品 會製造很多的藍光 像我平常在上班 我就是需要八個小時一直盯著電腦看 所以我在公司的時候 有放一個藍光眼鏡 我每次在工作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把眼鏡帶上來防藍光 其實我可能一天 花更多時間在看手機 所以手機的防藍光功能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們就不如 選擇在手機上直接貼上 防藍光的保護膜 Castify的抗藍光螢幕保護貼呢 是強化玻璃 防刮花防指紋 不易碎裂 只有0.3mm厚度的超薄無感設計 套上手機殼 加上這個保護貼 你的手機就會變成抗藍光又不怕摔的完美狀態 同時呢還有Castify這個手機背帶 除了下面背的手機之外呢 上面還可以掛了AirPods 像是墨鏡還有鑰匙 什麼你想要掛的東西 都可以掛在上面 Feedlock的這個磁口 就可以讓你不用這樣整個拿下來 你就可以穿脫非常方便 如果你喜歡我剛剛介紹的那些商品的話 就馬上打開下面的資訊欄 點開我的專屬連結 你就可以用85折的折扣 購入享受以上的商品囉 那我們的影片繼續看下去囉 嗨大家今天是前面看到那些忙碌的片段的隔天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門去找了雙胞拍哥哥林仲賢先生 他這次就是有幸飛到紐約班 但他昨天很任性的跑去DC一日遊 去那邊自己賞櫻花 那今天終於盼到他了 我現在就是立馬要出門去找他合體 帥哥一個人嗎 好帥喔 好久不見 嗨大家 歡迎收看今天的鹹菜日常 我現在趁宋普洋在點餐 偷偷錄一段 我昨天跑去的DC 然後就把他丟在紐約 想說今天再來找他玩 嗯 我就來囉 大家想我嗎 好久沒有對鏡頭講話 不知道想什麼 尷尬 好啦 掰掰 哪邊相機錄影好玩嗎 他有在裡面什麼都沒看到 有沒有很陌生 你是什麼山口百會 就是退出演藝圈跟暗示在美會 然後現在被路人抓到 野生的 我現在就是很很很很 哇 口條好差喔 對啊 我現在口條很差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 反正大家 我會繼續有機會 會繼續收 繼續update我的頻道 還在卡 剛剛在咖啡時光 現在我們要散步去河邊 剛剛問哥哥要不要去博物館 結果他給我一個很難為情的臉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哥哥不放博物館 那我們去做一些 比較美文化的事情 因為你說我就去美文化 怎麼啦 我們就到處走走就好 幫哥哥拍一些美照 好帥喔 哇 好像會擺喔 果然跟哥哥還是要出來逛街耶 這位弟弟 午後的曼哈頓時光 陪我在這個東春散步 西春啦 一直講東春 因為這邊我沒來過 所以也還要陪我來這邊看一下 大開眼界 鄉下人沒來過這個曼哈頓的黃金地段 我跟妳講林中璇已經來紐約大概三七二十一次 我還可以找到他們有來過的地方 對 很棒很棒 其他人做得到嗎 你們應該不行 哈哈哈哈 跟那種其他人帶你們玩的神戰 到底是誰 對 重點是其他人 通常都是我帶他們玩 對啊 這樣妹頭的妹頭是我 我現在要大家去幹第二杯咖啡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 要開始昏了 4點 然後那個時差來西 大概已經快要睡覺了 所以說 走我們去喝第二杯咖啡嗎 我們要大家去吃一下我覺得全紐約最好吃的拉麵店 這家店是大表姐認真的 因為這個地方很難來 所以就是她難得來 我們想說好那就大家去吃 就走過來吧 然後順便就是獎勵她今天都還沒有睡著 哈哈 我現在精神很好喔 Ivan Ramen 麵來了 吃給我看 好好好 我還真的第一次在吃拉麵 吃給我看 這就好澀 哈哈哈哈 那你試著要往下 你吃給我看 吃完了好吃的拉麵 我現在要大家去喝一杯 大家體驗完整的紐約生活 外觀破破爛爛真的是很厲害的棒 我們現在就一群人站在鐵門這邊排隊 而且現在才紐約的當地晚上七點而已喔 後面已經 一串人了 禮拜一的晚上就開始有人去酒了 我覺得很有趣 歡迎來到紐約 我們喝完了 現在有點醉 哈哈 趕快跟她說掰掰 掰掰 掰掰 喔她爸很酷 她沒有菜單 然後你要跟她說你喜歡什麼 對 喜歡酸一點甜一點啊 喜歡什麼風格 然後怎樣 然後她就直接幫你做給你 然後這個China Town有很多老鼠 對 然後在我吃菜前掰掰 改天見 嗨各位今天是我們喝醉的隔天 但不用擔心我現在精神很好 今天是跟雙八胎哥哥連續見面的第二天 她今天晚上就要上班回台灣了 然後我們今天決定在白天的時候要去一家 我們昨天本來要去 但是沒有開的店 她現在已經在我在附近等我 我現在趕快出門 不要讓她等太久 嗨 嗨 又見面了 真的 她是體力最好的空服員 她今天早上五點好像就起來 這邊明明明做一堆事情 然後這邊幫大家代工 然後睡到現在 我們順利的踏上大表姐 可以可以省錢一間 加上公車女王最愛的公車 所以我們要下訪她省錢買包 希望我們過兩年就可以 每個人手上擠一個Hermes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喝咖啡囉 大家吃一個美咖 結果還是開啟了逛街的行程 一成不變的兄弟 很莫名其妙地走到店裡面之後 馬上買了一件衣服 想買就買 真開心 哥哥 還不是你一直在那邊說好工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買了一件皮衣 但是她今天手上也拿了一件皮衣 所以我剛剛是稍微有點問號 但她說她一件比較薄 我說OK好 我買完衣服呢 然後剛剛看到一家的貝果店 然後很想要買貝果帶回台灣 因為紐約貝果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然後也非常好吃 她就買了四個 結果是這樣包裝的 對 直接丟在袋子裡 對啊也太裸妝了吧 我差一點 德哥已經沒有任何提議可以登公車了 所以我們就叫Uber 現在要把她送回去睡覺 晚上要飛回台灣了 對 好啦 掰掰 好啦 再見囉 馬上順飛 我們十月再見囉 有緣再會 掰掰 嗨 送走仲賢之後 我們回來休息一下 現在要馬上去出門 我們現在要跟學姐他們去一個活動 帶一個bar 然後叫做dream and drop 你付20塊錢 然後就有兩杯飲料 會有一個life model 就是一個人 站在中間給你素描這樣 素寫 是一個蠟 所以我們就想說 天啊 這個活動也太好玩了吧 我以前研究所跟大學的時候 大學素描課 就是每個禮拜有一次 就是會有 真的人體模特在那邊給你畫 然後我們以前研究所 是一個禮拜有三天 每天晚上有三個小時 就是也是會有life model 在那邊給你練習 就是人體素描素寫這樣子 我研究所畢業之後 就很少畫畫了 我好像從來沒有再畫過這種 所以我今天也還蠻期待的 制隔非常多年 終於有機會可以再拿起畫筆這樣子 我也很好奇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就一起走吧 到了 我們畫完要回家了 我們兩個都覺得非常好玩 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好玩 而且學姐是完全不會畫畫的人 然後她今天第一次畫 然後也是可以從中獲得樂趣 model 辣又可以喝酒 然後音樂又好聽 所以如果你在紐約 想要嘗試這種活動 歡迎 非常推薦 OK 那今天是禮拜二 就出門要回家了 掰掰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六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門去吃火鍋 跟一群大家都很久沒有見到的朋友 我們沒有結交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大家 這麼久沒有見面了 然後今天終於難得 約了要一起吃個飯 所以我想說 帶你們大家一起去 走 嗨 我剛好跟大家說 我們還沒有結交 久到好像我們已經不聯絡了 但其實沒有 真的 上次是什麼時候呢 上次好像去年 只是羊羊排之肉 才不是咧 我們吃完了 學姐來告訴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去哪 我們現在要去看一個 叫做Drunk Chesbier 喝醉的莎士比亞 就是好像觀眾跟演員都可以大喝酒 就是因為買醉的活動 對 演什麼不重要的地方 因為他很堅持 有一個活動叫做 20 at 20 就是你只要是 在20分鐘前出現 在那邊現場 就可以用20塊買到這個票進去 原下69 然後你是可以先線上買的 然後因為我們學姐 是一個非常省的人 就是堅持 我就做懲檢食家 他就是那種大媽 所以他就是堅持 我們一定要去那邊 金打四帥 買到這個20塊的票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確定 我們現在去那邊能不能買到 我們成功得到票了 我們成功得到票了 金打細算的學姐 今天成功 拿Refo 就是在紐約的成城去 乾杯 嗨大家今天是星期天 我們現在要出門去跟馬克吃午餐 然後我現在有點宿醉 所以我現在非常需要 趕快把一些食物塞進我身體裡 今天天氣非常好 今天為什麼我會約他 就是他說 想要去找找看紐約 哪裡有櫻花 所以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會踏上 找櫻花的路程 非要不多說我趕快出門 走 早安 他挑了一家怪店 這邊超安靜 很像飯店樓下吃早餐的地方 然後我們周圍 坐的人 看起來心情都非常差 我剛剛坐下來很像是要跟他離婚 然後這邊又亮到我們兩個 必須戴墨鏡 我們兩個看起來也是心情很差 沒有跟大家說 這是你選的不是我 吃完了 還真是一家怪店 他剛剛最後還被鎖在廁所裡面 廁所門是推的 要推的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推的都推不開 然後傳訊息給我去幫他推 然後他就這樣 一副 不知道怎麼辦的樣子 好累的 真的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荒島 叫做Rustel Island 他在漫哈頓跟Oran City中間 有一個很狹場的地方 然後他今天就突然想要去 說那邊有櫻花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看有沒有 你跟大家說你想要去幹嘛 去買地鐵票 為什麼 因為要搭纜車 現在就在纜車站下面 他剛剛那個人就說 你們一定要有那個地鐵票 他才會讓你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其實大家 進地鐵站都是直接用手機 就是Apple Pay刷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走 兩個block去地鐵站 買地鐵票 把錢存進去 再走回來搭纜車 剛剛我就在想說 怎麼這麼麻煩 就打開我的Google Map 就要告訴我說 Uber只要7塊錢 我就跟他說 欸Uber只要7塊錢 都已經要去了 但是 他就是很想搭纜車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 陪他走好久的路 然後再走回來 然後再陪他上去那邊搭纜車 剛剛那邊排隊 超多小孩跟家庭 好像要去動物園一樣 真的 為什麼大家都要搭纜車 就跟你一樣啊 就跟你一樣啊 好來給大家看你的Metrocar 哇 你看我們現在有Metrocar 可以獨佔這個電梯 排隊的人有多長 那些人就是要等著排Metrocar的人 小朋友現在很興奮 So many people 開心嗎 放棄Uber來排這個隊 開心嗎 現在開心了嗎 現在開心了嗎 新的一番折騰 帶完這個小朋友坐纜車 我們終於到了 好啦 真的有櫻花 滿美的 謝謝你帶我來賞花 好漂亮喔 希望最近去日本賞鷹的人 不要再囂張了 我們這邊也是有幾顆櫻花鼠 可以看喔 至少我上次去日本沒有這麼好看 你這樣嚴重了 沒有 我們不能說這種話 我上次去日本 你不能像褻獨人家的國花 哈哈哈 哇喔 帥哥 哇 打扮好差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五 我們兩個現在剛下班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邊見面呢 因為我現在要去做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自己去有點害羞 我們今天本來就要見面 我本來下班就要去他的家 因為我們晚上要一起看店 反正呢 下禮拜是我的生日 如果有發我一段時間的朋友就知道 依照我習慣 就是每年都會拍一個拿著我的年齡的氣球的照片 拍一個照 就是我會想幫他自己做紀念 但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快要賣一個尾聲了 我不知道我會願意做到幾歲 但是今年我就還是想要做做看 因為在我公司附近就有一家買氣球的地方 想說我賣完再去找他 後來覺得真的一個人買氣球很可憐 又有點丟臉 然後有點害羞 我就說那你下班要不要來找我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出現這邊 然後現在要幫我撞膽 然後去買氣球 這兩年齡有約超級熱 現在大概30度左右 謝謝你陪我來買氣球 你看你可以想像這樣我有多尷尬嗎 有事有點尷尬 對啊 欸今天也幫你弄 對啊 我們常常在看那種很晚的電影 現在已經10點08分 我們要去看的電影就是 是冰壓之旅 十字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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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了三四個月之後 終於在美國上映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上了一整天的班 三更半夜的 我要去燒腦的看 講日文的電影跟英文字幕 Let's go 嗨各位今天是我們看完電影的隔天 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我現在又要再度去找馬克 因為他去年過生日的時候 就是去紐約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叫Plaza Hotel 裡面吃下午茶 很fancy 就很像貴婦 然後我去年就跟他說 欸那我明年生日只要這樣 結果一轉眼呢 我的生日就快到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真的訂了Plaza Hotel的下午茶 但是因為我的生日是下禮拜四 就是有點尷尬 所以我們就決定提早一個週末一起先去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穿得稍微帥一點點 想要去過一下紐約fancy的生活 然後我們昨天看完鄰雅之旅 我們兩個的感想就是覺得好像 我知道網路上評價非常高 去之前也非常期待 但是好像期待越高就會覺得 欸怎麼會這樣 我們的感想都是沒有你的名字 甚至天氣自自好看 你們有看嗎 可以在下面跟我講你的感想 Story line跟愛情線 我們都沒有我覺得 跟以前一樣就是觸動人形這樣 啊廢話不要講那麼多 今天也是一個很繁忙的行程 因為今天是我生日前的最後一個週末 所以就是所謂的birthday weekend 我就要把我翔哥的事情做一做 所以就我們昨天不是買氣球嗎 今天就要先去他家 訂樓把我的氣球照拍一拍 我們就要去吃fancy的下午茶了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拍完氣球照現在要去吃高級的下午茶了 那今天穿很帥 我特別跟他講要打扮 給大家看一下打扮過的蕭律師 算了 好 好 發動 好 用來 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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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菜單呢 我覺得他這邊有好幾個set 我們應該會點這個 每個人一杯Champagne 然後是158塊一個人 生日快樂 謝謝 這也帶我來吃這麼fancy的下午茶 這就是身為一個大人吃點點的方式 就是我們所有東西都吃一口淺腸就好 可以保證你 什麼都有吃到 但是才不走樣 謝謝 今天是真的在看你想幹嘛 我們吃完了昂貴的下午茶之後 不如我自己親自跟大家說 現在是要去幹嘛 我要去看Product 為什麼 我要去看黑皮鞋 他剛剛幫我附的那個 然後又要去買這個鞋 今天我現在要確定卡刷的過程 我們成功找到上次賣我們包包的Sales 大家記得那個Michelle嗎 我們之前在影片裡有講過她的故事 把它放在上面 我們今天成功的又找到她 她居然記得我們兩個是誰耶 而且還記得你住在哪裡 對啊 嚇死了 她記得我是lawyer 所以就是當Sales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她現在都已經召喚Michelle來了 今天不可能空手離開這一點 我等等看 所以現在Michelle去幫她打包我們的鞋子 她已經要買了 然後Michelle還是衣服廣場很容易失言 我們剛剛講話講了大概有真的20分鐘 她裡面失言的次數大概有200次 我就不細說了 但其中一個就是 她覺得我們兩個今天穿得很好看 然後就一直問說這是什麼品牌 她就說喔 這是什麼品牌什麼什麼 然後問她多少錢 然後問我這個品牌 然後我就說喔是什麼 然後她說多少錢 然後我就說多少錢 她說Yeah yeah yeah This is a much cuter suit 在她面前 大家記得她上次笑我 我買便宜包包的事嗎 就是類似的事情我一直發現 可是她真的好好笑 我覺得她如果來紐約要買product 可以來找她 你會覺得很開心 Hey Mark 馬克哥現在帶我來喝酒 你看要帶我到什麼地方 外面是中央公寓而已 但今天天氣不好 嗨各位 今天是我們吃完那個fancy下午茶的隔天 我現在就是打回原形 真的是個很不fancy的家裡 好久沒有錄這種 跟大家講話這種outro的 所以今天想說那我來錄一下 我知道這支影片讓大家 等了稍微有點久 但是因為我在拍的過程 我知道這一次的片段比較碎 所以與其把那些零碎的東西 湊在一起然後短短的 依照我本來該上片的scout 放出來的話 我可能會自己沒有那麼滿意 所以我就累積了多一點的片段 然後我現在還沒剪完 但是我猜這個影片的片長 應該蠻長的 大家也歡迎在下面告訴我 你比較喜歡的那種很零碎 但是可能比較密集的上片方式 或者是我這樣累積久一點 稍微隔比較長一段時間放出來 但是畫面比較多 時間比較長 一次看比較過癮的這種感覺 你們喜歡哪一種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就會參考 但是我會不會照做的話 就是看我感覺好不好 從昨天的行程就會看得出來 我的birthday celebration就已經 開了開始了 老闆再過幾天 就要從台灣飛來幫我過生日 所以以照慣例 我的相機就會被我收起來 這個影片長片的日期應該是4月21號 我生日只有隔天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在這影片下面留言 祝我生日快樂的話 我是完全不會介意的喔 那如果你有什麼話的話 就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雖然我回的很慢 但是我都會看 我每次一定都會看好嗎 很久沒有跟大家這樣子好好講個話了 到了這個年紀再過這些生日 我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啦 跟之前感恩姐 我跟大家說過的一樣 就是我周圍的人 我在乎的人 在乎我的人都還在一起 然後大家還可以聚在一起 我還可以在這邊 拿著相機拍影片給大家 我就已經很心滿意足了 所以如果我有什麼願望的話 應該就是希望 嗯...之後的每年生日 我都還可以一樣繼續講這些 老掉牙的這種感恩的 心得給大家聽吧 很開心 雖然我那麼久才發一次影片 但大家每次我發片的時候 都還是在這邊 把影片看到完 那一樣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讚留言 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趙愉快 運拿個發片 翅平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